薇薇 這是我最喜歡的樂團 我看看她的演唱會 這種籽不能這樣子 所以我幫她抹出來 那我把它拿去護背保護起來 這種籽也不能護背 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這種籽到底是什麼籽啊 感熱籽怕熱 80度高溫就風雲變色 想不到吧 他們全是感熱籽 怎麼容液讓恐怖雙分A線型 請鎖定這集Try哥學 帶你一起探究 到底哪種籽 感熱又感熱 踹科學 人部分男女老右高矮胖瘦 地部分南北東西 街頭笑的還是出來的 全民一起踹科學 奇怪了 都已經那麼久了 不會 妳怎麼都還沒來啊 薇薇 我每次約那麼辛苦的對發票 這是三年來 第一次堆到這麼大的獎 一千塊 然後我忍不住要來跟你炫耀 我剛剛在路上被絆倒 然後掉到水口裡去撕掉了 你看 你真的撕掉了耶 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 我剛好在吹頭髮啦 我幫你吹吹 等一下吹破了怎麼辦 依照我主持科學節目這麼多年的經驗 這個喔 如果我們貿然的就吹 感覺會出事 要不然我們來問問看智囊團好了啦 好啊 所有的智囊團們大家好 要麻煩你們幫忙了 真的 弄濕的發票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讓它 回復原本的美麗可以讓我拿去對獎呢 來看一下你們現在啊 桌上都有準備了有熨斗啊 有毛巾啊 然後也有吹風機啊等等的道具 好喔 那我們就計時三十秒計時開始 怎麼好像看到了很多悲劇啊 看來好像用熨斗的部分可能會失敗耶 對 我們先來問一下QQ好了 QQ 你使用熨斗了之後 你的發票變成什麼樣了 黑色點點 喔 整張發票都變成黑色的 然後中間有露出白色點點對不對 那我們來問問東東好了 東東那張發票怎麼感覺有點灰灰的 就差不多整張都灰色了 所以熨斗這一招感覺好像 不行耶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羽莉的 我剛剛用吹風機的最大的那個最熱的 然後直接貼在那個發票表面上一直吹 發票呢好像都 還是字都很清楚 那詠勳呢 我的發票一直用吹風機 那它吹起來已經開始變得比較乾一點了 然後字也還很清楚 喔 很好耶 那接下來小玫瑰你的發票就變成 什麼樣了 吹風機去吹 然後 然後我一開始因為 以免它因為太濕 然後所以我先用小小的先去吹 以免它會破掉 然後到後面比較乾了之後 我就用比較大的風去 去吹這個發票 然後後來它這個都 慢慢變乾 然後字也沒有模糊掉了 三位同學是不是都是用吹風機 然後三位同學的發票 感覺都還算是滿完美的對不對 是啊 可是奇怪了 為什麼用電運斗這樣子一運發票 它是整張黑條啊 對啊 這到底是為什麼啊 那不然這樣子 我們來 吹小的妹妹 大家好 我是整個先問的紅色戰士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紅色戰士 剛才我們去問了智囊團之後啊 然後呢 有三個人選擇用吹風機 有兩個人選擇用電運斗 可是啊 用吹風機那個它這樣吹吹吹吹吹吹 然後電運斗很有趣喔 這樣子一運拿起來 整張發票黑掉耶 為什麼會這樣 那解決問題就必須先了解問題 這些發黑的發票 有什麼共同的特點呢 都發黑了 然後還有呢就是都是用電運斗 是的 這是因為電運斗的溫度非常高 可以將近200度喔 是 那你們知道你手上的這些電子發票 就是我們平常很常見的一種子 叫做感熱子 那既然叫做感熱子就表示啊 它遇到熱就會有反應喔 所以啊 它遇熱的話就會變黑 欸 那這個電子發票啊 它列印出來的時候不是用油墨 其實是用感熱讓它有字的啊 你到底這個發票是怎麼顯色的 我們來看一段動畫就會明白囉 好 一動你就懂 感熱子的顯色原理 感熱子顧名思義是一種受熱 會顯色的紙材 這種紙有多層結構 最頂層的是機紙 機紙上面塗上 由化學成分組成的熱敏層 包括染劑 穩定劑 以及顯影劑在裡面 這一層是感熱子 可以受熱顯色的關鍵喔 我們要列印的資訊 先轉化成點陣格式 傳送到熱感解印字頭 文字資訊透過印字頭上的導線 讓感熱元件通電 這時感熱紙 透過印字頭上發熱的感熱元件 自己就可以成功顯現在感熱紙上囉 哇 原來這麼小小 薄薄的一張紙上面 有這麼多化學藥劑耶 而且要印出這樣子一張發票 感熱血印字頭 它的工作很辛苦耶 而且原來感熱紙要受熱 才會顯色 難怪剛才用這個熨斗這樣子 燙一下之後的整張發票 都會變成黑色的 對啊 像這個 一般的這個發票表面 其實並沒有油墨 它是有一層薄薄的薄木 所以就算是浸到紙 整張都濕透了也沒有關係 只要拿乾布稍微擦一下 放在通風陰陽的地方 讓它自然的晾乾 這樣子要對講就沒有問題囉 感熱紙真的好神奇喔 它受熱會顯色 是的 但是溫度太高 真的 那到底多高的溫度 才會讓它變黑啊 這個我們待會兒來做一個實驗 大家就會明白說 感熱紙 沒你想像中怕熱 這邊我準備了一張 平常我們很常見的 白色的傳真感熱紙 那待會兒我們就用吹風機 來加熱看看 到底多少的溫度 它會開始變黑喔 好的 那我們就開始 吹風機打開 持續觀察 現在室溫是三十幾度 很快的四十幾了 五十幾 六十幾 七十幾了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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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開始變黑了耶 對 所以 科學們 感熱紙它也不是說 真的這麼不耐熱啊 我們這樣子到八十度 它才開始變黑耶 其實一般感熱紙就是 大概八十度以上 它就會開始有變化喔 怪不得剛才智囊團啊 在幫我恢復發票的時候呢 它們這樣吹 沒有把發票給吹黑 原來是因為溫度沒有到八十度啊 對 沒錯 所以像這種感熱紙 是很怕溫度太高喔 像你看一下這是什麼 這個是 我知道我知道 超音波照 對 超音波照 這是一般媽媽 最重要的回憶了 那很多人都喜歡把它拿來 用護備機來做護備 但是你們知道嗎 護備機的溫度高達120度耶 這個只要一放進去呢 就全部都黑掉了 對啊 所以通常這種超音波照 我們就要好好的把它收藏起來 就好了 或者是先翻牌下來 是 不過啊 科學妹 是不是感熱紙 它的材質都是這樣子軟軟的啊 我不能利用這種厚寶來判斷 這個東西是不是感熱紙 那生活當中的感熱紙 其實非常的多 那多到你沒有辦法想像喔 對啊 感熱紙無所不在 怎麼認出它 太令人驚訝了 這邊有登機證 然後 便利商店買的高鐵票 票券 超音波照片 高鐵在買的高鐵票 火車票 還有客運票 全部都是感熱紙啊 是的 這個太讓人意外了 登機證我是怎麼想都沒想過 它是感熱紙 它兩面都是有顏色的嘛 然後啊 它也是厚的 而且這個字看起來 就像是油墨key上去的 原來它是感熱的啊 拜託 高鐵票才是有顏色吧 你看它有顏色 而且呢 整張這樣硬硬的 對啊 怎麼想也不會覺得 原來它是感熱紙 這麼多地方都有感熱紙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知道說 我現在手上拿的是感熱紙 還是一般的紙啊 這個非常簡單 只要用這個 就可以知道你手上的紙 是感熱紙還是一般的紙喔 哦 這邊有我剛才選的登機證 高鐵票 跟一個陌生的紙 這個是 一般的A400紙 接下來這個熱熔槍怎麼使用 是的 我們接下來就用這個熱熔槍呢 在紙上面啊 隨意的畫圖 看看這個紙張有沒有變黑的現象 OK 好 那我先測試中間的 這一個A式的白紙喔 沒有啊 有壓過的痕跡 但是沒有變黑 對 那柏遠幫我們試試看 你的登機證 顏色很清楚耶 對 看我看我看我 猜猜奇妙了吧 好 超神奇喔 都很清楚耶 這是為什麼啊 因為這個 熱熔槍的溫度很高 那感熱紙只要超過80度以上 它就會成功的顯色出來喔 所以各位在家裡面 也可以把一些紙張拿出來 測試看看哪些是感熱紙 這方法的確滿好的 可是柯學妹 如果說我家裡面沒有這種 很高溫的熱熔槍的話 那我該怎麼辦啊 像我們一般如果拿吹風機啊 或是電焊用的電焊槍 或是像塑膠袋在用的封口機 或者是像這個打火機 對 都可以來測試啊 紙張是不是感熱紙喔 可以叫我試試看嗎 好 小心喔 果然馬上變黑耶 瞬間耶 瞬間耶 真的是瞬間耶 對 這樣子就知道 它只要一碰到熱 它會變黑的就是感熱紙 但是同學在家裡 如果要試這個實驗的時候 要非常小心喔 因為它也很可能 不小心就燒起來 是的 沒錯 果然偉偉 踹科學 真金不怕火鍊 有實力的主持人經得起 科學考驗 有實力的主持人是 我 謝謝 有運氣的主持人是 我 謝謝 等一下錄完 妳陪我去便利商店好嗎 妳要買什麼 我要換發票 我的一千塊乾了 好 那這樣子喔 等一下啊 三題啊 我因為很有運氣的關係 我直接秒殺妳 然後我們去便利商店 好啊 妳如果三題都贏我 我就不可以去啦 對不起 怎麼這樣 我有為蔡特選科學妹進出題 大家好 我是藍色戰士 藍色戰士好 各位好 放馬座來吧 兩位在節目裡面 活力來水裡去不用擔心啦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一下 第一題囉 可以 桌上有三種 水 酒精 稀釋漂白水 哪一種溶液會讓電子 發票上面的文字變淡 A 水 B 酒精 C 稀釋的漂白水 請搶答 搶到了 謝謝 好吧 讓你答 好 我選擇的是 C 稀釋漂白水 我覺得漂白水裡面 可能會有某一個化學物質 會跟這個感應值上面做反應 然後會讓上面的文字變淡 這題我跟你不一樣 我選的是B 酒精 看到有一次好像新聞報導有講 又是新聞報導 對 不好意思 我就是看到說 他說酒精這樣子噴在發票上面 自會變淡 真的假的 對啊 不好意思齊手無迴大丈夫 不能換的 好 我是大丈夫 那我們就來看答案是哪一個吧 好 好 那我們實際實驗來看看 OK 好 好 第一瓶 看起來好像沒有變模糊 好 來 看看第二瓶 你是不是第三瓶的時候 感覺他發票顏色變淡了 是不是 就是稀釋漂白水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不會 我錯了吧 第一瓶 是誰 第二瓶 第三瓶 答案就是 酒精 我答對了 怎麼會 這是因為感熱質表面 有一層化學原料 而這個化學原料 其實它是由染氣 跟化學塗層所組成 那酒精是一種有機溶劑 當噴上去之後 它就會滲到這個感熱質的結構裡面 間接破壞了這個塗層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 這個顏色就會變淡甚至不見 其實最近也有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們常常現在搜那個包裹 包裹上面不是有一些標籤嗎 對 也是用熱感硬 他曾經就有物流的人員 他就是想說要把它消毒 噴 結果就剛好噴到那一張 那個寄件人 或收件地址上面 那一噴 結果它就變淡了 就是另外一個烏龍的插曲 所以大家要注意 所以酒精跟熱感硬紙 是不可以這樣放在一起的 沒錯 會讓它容易掉色啦 那接下來我們看第二題 是什麼考驗囉 好的 乾熱紙上的字一段時間就會不見 以下哪一個原因是錯誤的 A 因為有光線照射 B 因為顯色劑過期 C 因為環境潮濕 準備好 請做答 Yupi 我的答案是這個 因為它如果硬上去就是硬上去的 應該不會因為放著多久之後 字會不見 因為也沒有聽說過顯色劑 幾年會過去 對 我選B的原因是因為我家滿潮濕的 我就有發現像發票 單據就很容易 那個字機會消失 然後光線聽起來滿合理的答案 但是顯色劑過期我覺得就有點小鬧 好 那我們來看看兩位的答案 好 沒錯 我來解釋一下 我們感熱紙其實是要受到光線 或者是潮濕的環境下 都會變得慢慢會褪色 可是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感熱紙上面不是有厚厚的化學塗層嗎 而且它也沒有油墨 最上面還有薄薄的一層薄膜 可是為什麼它還是會影響到裡面的自己 因為光線會讓這個顯色積分子 產生變化或是破壞 那一旦受到這樣的作用的時候 這顯色積分子就會分解 而導致這個褪色的狀況 那另外也因為環境潮濕 它會讓這個紙張纖維 更不容易讓這個顯色積分子附著 所以顏色也會容易慢慢變淡 那科學妹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些很重要的單據 我們應該要怎麼好好的來保存它們 這時候我有準備一個小小的實驗 讓大家觀察一下 好 我這邊有兩張 都大概2013年的發票 這一張是直接放在空氣當中 另外一張夾在書粉裡面 有沒有發覺差很多 也差太多了吧 真的耶 只是放在一般的室溫下等張發票 2013年到現在自己幾乎已經都 沒了 可是你夾在書本裡的也太清楚了吧 為什麼 是啊 這是因為台灣的夏天濕氣很重 把這個發票放在室溫當中 然後又沒有隔離空氣 這時候就很容易產生褪色 像這樣整個就淡掉了 對 所以如果我們要保存這種感熱式的發票 最好的方法其實還是可以 或是掃描 把它保存起來 所以如果要保存感熱質本身 還是要避開高溫跟溼熱 那我知道為什麼 你放在書裡面的那一張發票 不會模糊掉 因為紙的纖維本身 就是已經可以吸濕了 是啊 所以讓它隔絕了濕熱環境 是的 那高溫的部分呢 因為你把它夾起來之後 陽光就照射不到它了 所以它也不會變色了 放在書裡面這一招也很好 好方法耶 但是這樣你是不是都得一分了 對啊 不好意思 是喔 現在是1比0 沒關係 我還有第三題 好 初題之前我要做一個小實驗 好 我特別準備了三種感熱子 這是傳真質 這個是車票 這是我們現在的電子發票 是 那我要把它泡入吸鹽酸當中 我們來看一下會發生什麼變化 好的 好 過一陣子之後 你們看有什麼變化啊 那個傳真質 它竟然從藍色的液體 讓它變成墨綠色的液體了 發票也是 對啊 可是車票上就 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 對 對 對 差很多吧 對 為什麼 這就是我的考題囉 要考考兩位 請看一下 感熱子浸泡吸鹽酸 會呈現墨綠色 是因為以下哪一種成分 A 雙分A B 食物纖維 C 抗UV材料 請搶答 好 那你不一定答對 你選哪一個 對 我覺得這題好難喔 我選 我也是 雙分A 三種都是紙嘛 然後應該都會有植物纖維 可是有一種它沒有變色啊 然後 然後再來抗UV材料 我是這樣子判斷的喔 剛才動畫我們都很認真看嘛 那有厚厚的塗層裡頭 沒有說到有抗UV的整體 所以雖然我不太知道 什麼是雙分A 但是我選這個 我也是 我也是 我覺得我們兩個人好像 回答起來很有智慧 就猜看看 猜看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答案是 雙分A 東西答對了 那雙分A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雙分A其實就是一種 顯色劑喔 但是它其實對於腦部啊 還有神經系統 是有毒性的一種環境賀爾蒙 而且其實還是會影響生殖系統喔 那它其實很害怕遇到 例如說融帶一些溶液裡面 尤其高溫的溶液 或者是含有脂肪的溶液 例如說手上面我們會有 汗啊 上面是不是會有鹽分 對 跟油脂對不對 對 這類的汗水摸到它的時候 就會把雙分A融出來 這時候就會對我們身體造成影響喔 太恐怖了吧 可是同樣都是泡吸鹽酸 為什麼中間那張車票的變色 不太明顯啊 這可能是這個車票啊 它本身含的雙分A成分比較少喔 但是這樣雙分A感熱紙上面有話 很恐怖耶 因為我們幾乎天天都會碰到耶 也因為你這個顧慮喔 其實政府啊在100年的1月開始 已經有規定感熱紙中的顯色劑 不得含有雙分A 所以我們現在的電子發票裡面啊 已經禁止含有雙分A的成分喔 可是你那個 2013年的電子發票還是變色啦 它不是100年之後的嗎 這有可能啊 是我們使用的是在100年之前所製造的啊 真的 因為還沒用完啊 量太大了啦 所以要一直一直把它消耗掉 可是這樣講起來啊 雖然可能現在我們接觸到的感熱紙 不含雙分A 是 但是因為我們畢竟還是不知道 裡面有多少的化學塗層 化學塗料 甚至有可能它有加雙分A 但是沒有被大家發現也有可能 那感熱紙實在是也有太多種了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不要讓它放在手上太久喔 對 那這樣其實大家在使用上也可以分享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雙分A它是油溶性的 所以當你接觸過之後啊 有一個好方法 馬上去洗手 就可以把雙分A清洗掉啦 但是那個洗手是一定要加肥皂啦 沒錯 不是直接搓搓搓搓喔 好的 這樣子我們都記下來了 所以 今天比賽是不是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尾聲了 沒錯 科學沒有了 今天我會2比0獲勝 好厲害喔 那我就來看今天的小驚奇是什麼了 好的 來 今天 我原今天奶油被發走 科學夾夾樂 變身對方的發票整理機器人 用小鑷子幫對方當月的發票整理好 即可過關 不好意思啦 我有三個月的發票 剛好還沒有整理囉 我的天啊 交給你 我們用夾子夾有沒有 這樣就不會碰到了對不對 對 讓你一個一個分類喔 對 可是 有過期了等一下就直接拿去回收就好了 別別別 這種熱感硬的紙張啊 可不是一般的紙 不能當紙類來回收喔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還是建議大家多用 對啊 又方便環保喔 沒錯 用電子載具 然後呢 雲端發票這樣子對獎啊 現在還有多很多獎項可以對 不像有些人喔 這個方法也太多了吧 你先把修精力進去 生活大小是 Try科學幫你早點知 同學們 你的感熱紙啊 上面有好多重要資訊 可是卻因為你保存不到 然後字機都消失了 變歡樂 變歡樂 現在我們用一招 就可以讓你把上面的字給重現出來喔 嚴格來說不是我們啦 是科學妹 大家好 我是紅色戰士 紅色戰士好 科學妹 科學妹 你看 這上面 完全都看不到有什麼字機 而且連去哪裡買東西的都不知道了 快點用你的絕招讓它重現吧 我們待會就用一招 來讓這張收據的主人 去哪邊買東西的馬上現行喔 好厲害喔 來… 好 現在我們就拿一台 一般家裡面常用的吹風機 在紙上重新加熱 蛤 不行啦 你這樣子吹的話 它不就是會黑掉嗎 對啊 對啊 我們就是要讓這張發票變黑 我們再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接著我們再把頭打開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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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看出來了耶 它雖然變黑了 對啊 這是一張 好像是有到台中的書局去買東西的耶 看到了 哇 它雖然整張變黑了 但是啊 本來消失的字卻變白了 因為本來這個字啊 在感熱紙上 它是變黑的 但是因為時間久了 那原來的字呢 經過光分解烈化之後 我們又用吹風機去吹它 那旁邊那本來沒有被感熱的地方 現在變黑了 所以讓原來的字啊 相對變白 就讓這個字形重新顯現出來的喔 它是相對變白的概念 對 沒錯 你怎麼那麼聰明啊 真的耶 真是沒看過像你那麼聰明的人 沒有 其實是博園比較聰明 真的沒有啦 你比較聰明了 你們兩位都很厲害啦 不過我們看完了這一招之後啊 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說我們熱感硬指上面的 這些刺激啊 重要的資訊消失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這一招喔 這樣子把它加熱一下變黑 我們就可以重獲自保了耶 謝謝紅色戰士 謝謝 今天啊 我們學到了 熱感硬指真的是很有趣耶 它因為太熱 刺激消失 又因為加熱 刺激現形耶 對 這種感熱又怕熱的特性 千變外話很有趣喔 真的 那夏哥學還有什麼有趣好玩的感覺呢 夏哥學 我們下週見了 拜拜